但是打開來全部寫的都不太一樣 為什麼因為每個作者的背景 Background不一樣 他 角度也不一樣 有的比較強Excel 所以你會發現他都要用Excel方式來解決問題 有的比較強的是他的程式 程式設計 所以他寫的很多都程式 有的可能資料庫 所以 大概就是這三個Excel 或者是程式 或者是資料庫 那 當然哪一個哪一個比較好難說啦 我是覺得就是說 解決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 因為你要看這個你的問題的大跟小 小問題不需要 一定要寫程式才能解決啊 很多問題解決的方法 如果你只是簡單的 簡單的函數可以解決你 何必要去寫程式呢 要寫程式實際上是真的是 那個問題比較複雜一點 那而且你要真的能夠因為寫程式 能夠幫你解決問題 這才是重點 還有呢資料也未必一定要放在資料庫裡面 你說你資料到底要放在Excel裡面好 還是放在 這個 資料庫好 沒有標準答案 最重要就是說你放在哪裡是最 你放在哪裡是最恰當的 那這個就牽涉到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是共用的 大家 公司很多人共用資料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放在資料庫裡面 你不要放在個人的那個Excel檔 你放Excel檔裡面 大家都Excel 那到底最後怎麼把它 整合呢 由誰去整合呢 就會出現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寫入的時候 你可以把資料 全部都寫在資料庫 反正我們大家都是 共同寫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就不會有問題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量 非常的大的話 還是不要用Excel 為什麼Excel的效率絕對沒有 資料庫 來的來的高 資料庫很多時候在 因為我有用過大概上萬筆 上幾百萬筆資料 資料庫都是 很輕而易舉的 可是如果你放在Excel就不一樣 Excel就跑得越來越慢越來越慢 所以效率當然不是說Excel不行 只是說Excel 如果相對起來 效率這方面當然沒有資料庫好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跟資料庫連結 那我會提供各位 一個很簡便的方法 因為呢 一般會跟Excel S或Excel 或者是其他的資料庫連結 都會用一個叫做ADO的一個元件 那ADO這個元件 基本上 非常的複雜 功能非常的強大 但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徹底去了解他 你只要了解你應該學習的部分 其實就夠了 所以呢 我會把那個ADO 各位需要的部分呢 把它截錄下來 然後呢 把它做成Sample 你們以後呢 就 去 参考Sample來修改 知道那個Sample的用意之後 其實就夠了 如果說你要真的 非常非常的想要去徹底研究